因為其實你要說女明星 會打扮那是基本的吧 對 是 而且我之前呢 真的是為了心儀的男生 你知道我們要參加那個萬聖派對 對 哇 多用心 前一天我就想好 我要辦什麼東西 可以 奪她的眼珠 因為那時候那個男生 我還滿欣賞的 奪她的眼球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對 奪她的眼球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你拿出來 不要 你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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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喔 你真是好陰喔 會捉人家的眼珠喔 天然當鬼 天然殺了我的部份 你打眼球 好的 然後呢我就想說 好 那我這次一定要打扮很精心 那萬聖派對嘛 對 我就出席了一套空姐妝 哇 對 你看其實是不是滿辣的 辣 我自己還搭那個西上靴 哎唷 然後那個 把兇器都帶出來了 那天長輩兩個都請出來了 好兇喔 然後還戴小惡魔的髮飾 而且那天我的裙子短到 如果我一坐下來 基本上不夾緊是會出事的 就是 有味道一定要出來了 有味道 有味道 你沒味道 出什麼 我肚子有味道 這蒼蠅會飛出來 對 我的意思是可能就是 會有點小走光的感覺 要打草莓 所以是很性感的意思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哇 我一定要吸引那個男生 我就點什麼珊瑚海小酒 我要跟他合唱 那男生說沒關係 不用不用 我就說奇怪 那天怎麼那麼冷淡呢 因為之前跟他聊天 還聊得不錯 那天出來他就是 雙眼都不看我 然後一直跟別人聊天 然後我說怎麼會這樣 我今天精心打扮了 對 然後後來就是大概 過了幾個小時 我覺得不行 我一定要打破砂鍋問到底 我就一直問他 會一直問他 我才知道原因 原因是 居然是出在 為什麼 他不喜歡空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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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我們就聊聊聊 他就說 其實我最怕搭飛機 喔 我想說 這麼倒楣 這麼多三百六十號 我可以選到一個 他害怕的 他說他看到空姐就有怕 他最討厭搭飛機 他一定會上海骨 他領巾重新綁 你就說我國光好好呢 好 高雄小姐 高雄小姐 對啊 對 我應該反應要斷了 對啊 這看起來都很像嗎 我 我那時候就是可能 突然覺得完了 我被冷落了 他居然不喜歡空姐的職業 當場那個氣氛都忍掉了 然後男生就那樣 嗯 那我們下次再約 然後就再也沒有音訊了 可能他就是對我沒feel 覺得真的是空姐的問題嗎 還是人的問題 我要先講 我剛剛很認識 我覺得我 我跟一群朋友說 就去離島玩 然後他們就 就事前在line就寫說 有一天晚上我們要準備一個是 海邊的烤肉派對 就說哇 海邊烤肉派對 那一定是那種 有木棧道 然後高級的桌椅 還有那個小提琴在伴奏那種 香檳 對 會是這樣的幻想 好我就準備了戰服 買了一個很漂亮的那個 小洋裝蓬蓬裙這樣子 腳踏比這個還要高的高跟鞋 殺他咧 對 海邊他說海邊 海邊 跑肉派對 沙灘都現在沙裡面 對啊 他一直爬不出來 直接插進咖啡 剛好那一群朋友裡面 就有一個我覺得不錯的男生 想說這樣可以你知道 風光登場可以吸眼球 對 結果去的時候我傻眼 他就是 大家都穿那個 夾腳托跟背心 大家都席地而坐在海南上 哇好隨興喔 搞得跟烤肉李明大會一樣 就是那種感覺 你整個錯位時空 我整個不知道我到底在幹嘛 最好笑的是 我穿那個new bra 因為這太熱 流汗流到 new bra整個歪掉 啊 new bra又被捏掉 new bra一邊掉到這裡 完全沒有心情烤肉 烤什麼肉啊 跟心理對象講話 怎麼講話 總戰 我覺得柏宇可能是場合不對 或者是穿new bra不對 有一個男生 就是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氛圍都非常的好 然後他就要約我去看電影吃飯 那我想說 喔那這樣子的話 我要給他看最真實的我 如果最真實的我 他都喜歡我的話 Oh my god 真愛 我們就是真愛 真的 所以那一天我想說 就露腿 然後但是我就覺得 不要太正視 我就要休閒風 我就穿那個脫鞋這樣 脫鞋 兩脫鞋 兩脫鞋型的 搭襪子這樣子嗎 沒有沒有沒有 然後去了之後 他帶我去吃一個 滿高級的牛排 他有打扮 然後他看到我 他也是有點傻眼 然後我就說 不好意思我約我們去看電影 然後我們可能 就只是在地下街 一起吃個飯 這樣子很 很chill 隨性 對很隨性 我就這樣笑笑 但我們吃完飯 我們一樣看完電影 但回去之後 我就發現他越來越冷淡 越來越冷淡 然後幾乎就是 好像也不太想約我 然後 愛理不理 那我也不知道怎麼了 我就去問一下朋友 我朋友就說 他覺得我非常不尊重他 他覺得我穿 而且他還 他就說 我覺得他不尊重我 而且他有個感覺就是 他是不是故意穿成這樣子 要把我嚇跑 他會以為 因為你根本沒誠意 沒有誠意 但是 殊不知這是我 最有誠意的一個 限量 我要讓你看到最真實的我 不然你把我慢回家的時候 就突然看到這樣 你們會有失落感啊 你要先 尤其是 你前面預告先好看一點 人家才會想要看正片 你的正片已經是恐怖片了 對我來說 我的邏輯是這樣反過來的 結果是驚嚇 對 對